今天啊就是和大家去一起来探讨吧 或者一起来聊一个话题吧 就是现在这个收入的差距啊 为什么越来越大 这个我觉得不仅是在 这个在全世界可能都是一样的 所以以前我们说可能百分之 所谓的8020法则 80%的人啊可能只有20%产富啊 20%的人掌握80%的财富 但现在越来越明显啊 就是这个可能是1% 1%的人的掌握了99%的财富啊 财富越来越像这个两极化 并且这个收入也是在 在向这个两极化来去 来去这样的一个趋势啊 就是除非说你处于一个 非常高的一个位置是吧 或者是你自己创业啊 或者你是处于一个高层管理是吧 或者来说 我们说对于底层啊 或者说这个相对来说 如果说你从事的工作啊 不是和这个管理相关的 可能收入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增长 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通过提升自己哪方面的能力啊 才能够更好地去获得一个收入的增长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 其实也是当然肯定也是我在思考 或者我在 在这方面再去做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想想 就是说你会发现啊 那些高周路的人群啊 他肯定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 那第一个特点肯定就是他比较 事实求是讲 他肯定从事的是管理的岗位 如果说你一个基层的岗位 实话实说吧 就是你 不管你怎么做啊 你毕竟做很有限嘛 对吧 你也没有办法去 带着更多的人啊 我们说 或者说帮着更多人一起做一个事情 当然说这个就需要说 你具备一定的这个管理能力是吧 能够把一个事情啊 就是带着大家一起往前推进 这是管理上 那另一方面 其实我们也说啊 就是管理者啊 他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演讲者 你要把你自己的想法 要把你自己的怎么去做这个事情 通过尽可能多 或者通过尽可能好的一些方法 一些方式方法 去传递给更多的人 我觉得这也是这个 所谓的高速路的人群啊 他具备一些基本的素养 或者素质吧 或者一些能力 所以我们的课程啊 其实也是在这两方面啊 不断的去深入的去推进 来去真正去说 如何去把这两方面的一个 我们欠缺的东西 或者说我们具备东西 让它更 把它的能力啊 把它的这个水平啊 更往更高的一个程式去提升一下 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课程 我觉得要去达到这个目标吧 当然我们这个课程也是不是说一个禁止的课程啊 不是说这个做一次课程啊 然后又就停滞不前了 其实我们的课程啊 也在不断的去演进 是吧 也在不断的去 去想办法来提高这个课程的一个质量 包括它的真正对学院的一些 实实在在的帮助吧 并不是说 就像传统的一些课程 只是讲一讲就完了 我们还是希望说 这个课程啊 真正能帮助到大家是吧 帮助到大家去思考 思考为什么我们现在是处于这样一个状态 或者为什么现在这个发展是这样一个模式 我觉得更多我们希望说 能从这个角度和大家一起去理解啊 这个课程能给大家带来什么东西 好 那个今天先跟大家聊点什么呀 今天就是也算是我们这个课程啊 正是开始招收学员 我们以前的这个视频也说过 我们课程目前主要是以这个在线课程为主 所以可能有些这个 有些朋友还是喜欢那种线下的一些课程 实在是想这个看每个人的需求和选择吧 我们觉得在线的课程啊 其实也是可以达到说 那个提高这个演讲能力 这样的一个一个作用啊 尤其像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时代啊 你更多时候可能是通过线上 对吧 包括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 其实好多的时候我们是线上的交流 包括你看到现在这种 卖的很火的这种 直播带货啊什么 都是通过线上的形式去进行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形式上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区分领 区分领还是不管说你是线上还是线下 对于演讲这块来说啊 主要还是说你一个底层逻辑思维的这个一个塑造 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们实时求度讲 对于管理这块啊 其实我们讲的也是啊 就是你至少要有一个管理这样的逻辑啊 知道怎么去管理啊 知道说这个管理它真正的说 我们现在就是客观来说啊 就是现在不管是企业啊 不管是个人啊 用的比较多的一些管理的方法 管理的思路 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要达成的目的 至于形式这块啊 我不是说不重要 我只是说它不是最重要的 这是这样的改变 别的也其实没有什么了 别的我们就是按照 因为这个课程也不是我第一个课程 也不是 有可能也不是最后一个课程 所以我们还是 踏踏实实 一步一步来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我们的学员也是啊 不要就是 抱着说啊 一个课程就可以 很快的就能改变 改变的特别多这样的一个 一个作用 当然我们 我们的课程啊 其实 包括我在做一些 就是关于这个 职业考试方面的培训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方法 我们的 这个 一些这种 复习的思路啊 什么 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快了 但是你不要希望说 当然还有一句话 那你买一台汽车啊 你当然说你能跑到说非常快啊 一个小时可能200公里 已经很不错了 你不要希望说这个 这个汽车啊 能够比飞机都飞得快啊 就这样干 任何的事情 它都有过程 包括这个课程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已经把这个管理啊 把演讲啊 把这些发展 已经把它融合在一起了 已经是非常非常快了 你不要希望说再快 是吧 就一天或者两天就能把自由 翻天覆地的改变 这个是很难的 这个是很难的 或者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 在培训一些这个职业考试方面的 也发现啊 有好多时候到最后考试的时候 就有一些这个卖真题啊 什么这些 这些事情就出现了 是吧 因为总有人 总有这样的一个幻想 幻觉 总希望说一天就改变自己 这个是不可能的 还是我们要去踏踏实实的 一步一步的去 去往前推进 是吧 去推进这个事情 所以这也是 我和大家沟通的一个事情吧 然后后边我留一个 我的这个 微信号 如果大家觉得 希望说这个 加入到我们课程里 是吧 希望我们一起能够说 去 去把这个 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人发展 不管在管理上 不管在演讲上 不断去提升 是吧 可以去联系我 因为这个算是我 以后做的一个片尾吧 所以我 不会去说的太多